12月份的山西 位于大山腹地的矿区 要比平原冷得多 但低温丝毫没有影响到 这些认真工作的人 一场即将展开的试验 正在准备中 咱们今天做这个试验 因为离海比较远 所以咱们来模拟海水 这个桶是30斤一桶的水 然后咱们这个缸是一斤盐 然后堆里正好和海水的浓度差不多 他叫廖丽华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这个矿井 将在井下500多米进行的试验 正是为了验证他的一个大胆设想 要下到500多米深 就是为了验证我海水淡化的 海水淡化是人类追求了几百年的梦想 古代就有从海水中去除盐分的故事和传奇 早在公元16世纪 人们就已经开始努力尝试 从海水中提取淡水 当时欧洲探险家在漫长的航海旅行中 利用船上的火炉煮沸海水 以制造淡水 这也是海水淡化技术的开始 海水淡化呢 它主要是将海水中的盐分去除 本身海水中有大概有三万六千的毫克升的含盐量 这样的话呢 就是如果直接饮用的话 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那我们如果要饮用这个海水的话呢 必须要将它进行淡化 让它来满足我们的饮用水的要求 海水淡化是一项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开源增量技术 它可以不受时空和气候的影响 保障沿海居民饮用水和工业锅炉补水等的稳定供水 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科研机构 在进行着海水淡化的研究 有数百种不同结构和不同容量的海水淡化设施在工作 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海水淡化厂 每天可以生产几千几万甚至近百万吨的淡水 海水淡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解决缺水问题 普遍采用的一种战略选择 其有效性和可靠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根据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拖延分会的调研 2015年年底截至2015年年底 我们国家的海水淡化的生产能力达到102.65万吨每天 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测算一下 按全年300天运行的话 就按100吨每天100吨来测算的话 那么一年的淡化水量大概其实在就是三个亿吧 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 海水淡化技术随着水资源危机的加剧得到了快速发展 到2003年直 世界上已建成和已签约建设的海水和苦咸水淡化厂 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日产淡水3600万吨 海水淡化遍及全世界125个国家和地区 淡化水大约养活世界5%的人口 不过奇怪的是 廖丽华要进行海水淡化试验 大可以选择海岸滩图 为什么要选择在地下500多米的矿井中进行呢 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廖丽华是在一次海外考察中接触到海水淡化技术的 规划师出身的他 当时就认识到了海水淡化技术对缺水地区的重要意义 回到国内的廖丽华立马着手对海水淡化项目的调研 很快他就了解到 在已经开发的20多种海水淡化技术中 蒸馏法反渗透法都达到了工业规模化生产的水平 并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 其中反渗透法的市场占有率要高一些 目前世界上用的最多的技术 现在应该是反渗透还是淡化技术 基本上都要达到60%的项目都在采用魔法技术 这种技术主要是它的操作比较简单 然后加工的周期也相对比较短 其实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反渗透膜并不少见 不少家庭为提高家庭的用水质量而安装的净水器 都是采用反渗透膜技术对水进行净化处理的 这种反渗透膜是一种模拟生物半透膜制成的具有一定特性的人工半透膜 是最精细的一种膜分离产品 一般采用高分子材料制成 当水在高压的驱动下通过时 半透膜能够节流大于0.00001微米的物质 它能有效节流所有溶解盐分及大分子的有机物 同时允许水分子通过 其实我们在净水器中用到的反渗透膜 跟我们用于海水当化反渗透膜 它材料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就是 是对于海水当化来呢 它是有特质的这种反渗透膜 对最后的产水呢 对我们的 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净化水质 它把水中的一些污染物都给去除了 它对我们的身体呢 本身是没有伤害的 通过对海水淡化行业的了解和研究 廖丽华觉得 这个反渗透法海水淡化 还真是个解决沿海地区缺水的好办法 不过当它进行成本核算之后 才发现 这朵椒艳的明日之花 还是有刺的 用高压棒 打那个 通过这个反渗透膜 然后呢会出 百分之五十的淡水 还有百分之五十的浓海水 然后呢还需要能量回收装置 进行能量回收以后 出水的成本大概在五块钱左右 反渗透法海水淡化的必要条件 是需要有足够的电能来驱动高压泵 从而实现海水的淡化 在实际生产中 也就需要不小的能源消耗 这也就让它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如何才能降低反渗透法海水淡化的 经济成本和环保成本 成了廖丽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了解完这以后呢 我就觉得那个 因为我们这个仪式工程 仪式我对物理比较关重 所以呢 我就想 那能不能用势能 代替这个高压棒 就等于说 因为我们正好在长平 长平呢 就是一个蓄能电站 这里是北京昌平区的 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 这座1986年建成的电站 离廖丽华家并不远 与普通水电站 利用自然来水来进行发电不同 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的工作原理 利用电网多余电能把水抽到高处上游水库中 到用电高峰时 再利用水库中的水发电 电站利用十三陵水库为下游水库 在满山后上次勾头修建上游水库 上下库落差430米 电站装机容量为80万千瓦 设计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 根据当时的估算 该电站投入运行后 每年可为电网节省煤炭22.5万吨 我就想能不能利用人道的势能 产生的压力来代替高压坡 对接反人道进行海水电话 廖丽华的想法非常简单 既然水电站可以通过抽水 来人工造出落差 形成发电所需的势能 那么自然也可以通过低谷电 来将海水抽到500多米高 从而形成反渗透魔法海水淡化 所需要的压力 一般的常规是电能通过高压坡 产生的压力 我也是电能白水抽到山上去 形成势能 然后对接反人道 在低谷的时候 这电的价格是三摩多亿度 在高峰期的电 就是五毛到一块 我这个在低谷电的时候 去做工 白水抽到山上去 相当于蓄能电站的原理 然后呢 24小时 我可以对接反人道 让它这个 源源不断的 支出淡水 利用低谷气风电进行抽水 然后在用电高峰时 利用水的势能进行海水淡化 得到的淡水供给城市水网 浓海水则分流给化工企业 进行海水化工 这就是廖力华心中 最为理想的海水淡化方案 然后比如咱们北京 离天津陷进 从天津抽水到北京 附近的高山上 然后呢 利用适能 对接反人套 进行海水淡化 完了以后 这个水可以流到 那个密源水库 还有金岸楼 作为北京阴陆 农海水呢 可以 那个流向内网 用于这个 农海水化工 和这个沙漠治理 等于是一举两得 500多米的矿井试验 就是为了验证 这个方案的原理 是否可行 把水抽到无关米高啊 这个 不是那个 很小的这个工程 这个 这个只能适合 那个大规模的 所以呢 这个现在呢 正好 那个矿阳 有的深度 这个达到 那个 500多米的高差 所以呢 如果利用这个高差 对接反人套 应该会 能 得到淡水的 这个是我们那个 从地面 模拟海水 引下来的 引到 咱们现在这呢 是 地下 550米 然后呢 对接的呢 这个 反人套 这里边呢 是海水淡化的膜 现在呢 这个压力 就是5.5兆化 然后呢 咱们通过这个 反人套 锅 这边呢 待会打开开关 这边会出 那个淡水 然后呢 咱们这个 反人套 一般的原则是 出 一半的淡水 然后呢 还有一半的 浓海水 会通过这个锅 返回地面 这水一会就会出来了 要多少时间会出来呢 应该 一分多钟 就应该出来 出水了吧 出水了啊 这水流量 还不小啊 它 因为这还是一枝膜 一枝膜的流水 就是这样 我尝尝这个水 怎么样 跟咱们那个 纯净水是一样的 你来尝尝 嗯 它真是纯净水的味道 喝着咸吗 不咸 淡水 淡水 一点咸味都没有 嗯 试验成功了 廖丽华心中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但廖丽华却明白 今天的试验 还只是验证 自己海水淡化 新思路的第一步 今后的路 还很漫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